董委員早 主委早 主委,我們院長這個諾貝爾獎的偉大發明 無薪假 現在逸光 你們現在手頭有三家嘛 那逸光昨天又宣布說他要這個 讓員工放這個無薪假 那我要今天逸光的老闆出來講 他是因應淡季 因應淡季 然後他又說 總比解雇好 我想在這裡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逸光 逸光的這個在台灣兩千多人的勞工 在中國四千多人的勞工 那麼在台灣採無薪假 那在中國是不是也採無薪假呢 另外就是 事實上如果我們看逸光的這個財務的這個現況 他去年齁 盈餘是5.52元 每一個 每一個那個 每股是5.52元 今年的第一季齁 是賺1.09元 第二季1.03元 那麼就說以他前三季的這個營收來看 這個逸光 去年齁整年的營收齁是一百六十幾億 那個平均一個一季大概是四十一點六億 平均一季四十一點六億 那麼以目前今年的狀況來看 他過去的三個三個季裡面 每個季平均的營收是四十億億啊 跟去年也差不多 當然最後一季的這三個月 十月到十二月還沒有出來 但是 我要講的是說 他過去最不景氣的就是第三季 整個平均起來每一季都還有四十一億的營收 比起去年是四十一點六億每季的營收 差不多嘛 那今年 再看他今年第一季第二季事實上都賺錢 然後第三季可能會賠錢 或者不賺錢 第四季也差不多 整整加起來 也還不應該到賠錢的地步啊 就算是賠錢公司有時候也會賠錢啊 那他今天因為因應訂單少了因應淡季 就來叫這個員工放無薪假 可是賺錢的時候呢 那所以你們今天對於這無薪假 你們的這個無院長這個發明的這個 這個還說這是諾貝爾的這個創意獎的 那這些對員工的保障在什麼地方啊 公司明明看起來也不會賠錢 那就再放無薪假 那我要再講一個 他昨天去什麼樣的場合講說他要放無薪假 讓人多麼心酸 他捐一億 捐一億給學校啊 還是這個一個團體 捐一億 然後員工要放無薪假 那他可能會說這是我的基金會 這個捐款 好逸光有一個叫財產法人 這個逸光文叫基金會 那我要問每一年他到底捐多少錢給這個基金會 他如果有錢捐給基金會 基金會有或者是基金會有錢捐出去 或者他個人也有意義可以這個公司有意義可以捐出去 為什麼員工要放無薪假呢 所以你們的標準 今天你讓他來報備 這個標準又沒有罰則 所以呢以後大家 今天LED的這個業 產業是比較不景氣了 可是很多人 很多公司也都有在不景氣的時候 也都是跟著員工一起咬牙一起下去耶 不是說我老闆的錢塞得滿滿的 然後你員工你要去犧牲 賺錢的時候倒我口袋 賠錢的時候一看到淡季還沒有賠錢喔 一看到淡季就算讓你員工休假 主委你一直點頭是什麼意思 我同意你的看法 所以要怎麼辦呢 我們讓我們的這個無薪假這樣再放啊 就是你們去規定 你們內規規定說他可以來報備啊 沒有跟我報告他還沒來報備 所以你是不是要去調查 對 那什麼樣的狀況 你可以不阻止他不放無薪假 你沒有法啊 不是你們同意叫他來報備喔 沒有 不是報備啦 這不叫報備 是通報讓我們知道有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去勞動檢查 我們才有辦法去提供勞工資源跟協助 我這裡這裡就拜託你啊 看一下中國的勞工有沒有放無薪假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到底每個月 每一年捐給這個基金會捐多少錢 這次的意義從哪裡捐出來的 這個明明看他的財報怎麼樣看都不是太糟糕的狀況 竟然在放無薪假 另外 有關於這個太子汽車的勞資爭議喔 那麼資方是欠了十個月啊 那我們的這個大捷法的第十一條規定就是說 雇主欠薪一個月以上或積欠勞工的保險 保險費或是電廠基金等等的時候 那麼就會罰款嘛 那麼這個應該由相關單位的人員向主管機關來通報 也就是說勞健保 他第一他第一個知道這個公司大量的沒有在繳保費 所以他知道他必須去通報 那我要請問太子事件的這個爭議事件當中 勞保局或健保局有沒有依法進行通報 好 來來是不是來談問這個問題 你沒有在聽嗎 有有有 好來請你誰回答都一樣嘛 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其實依據這個大捷法裡面的預警通報都有 都有資料都有送到我們這邊來 然後我們都有轉到各地方縣市政府去做這個 好那我請問 對 主管機關有沒有依法在接受通報後七天內查訪事業單位 呃我跟這個這個委員報告一下 就目前來講太子汽車那個部分 他主事業主體都在是在那個新北市 在97年到目前 因為他那個財務不穩定或接受到預警通報 他都有去檢查跟訪查 好不管 已經檢查過六次了 那這一次 那為什麼會讓他變成十個月的這樣沒有辦法來處理呢 那最近這一個其實最近訪查是什麼時候 最近的訪查是9月21號 所以他9月21日可是這個7天內要去 所以他是9月21號他最後收到一個 對對對 是沒有接受到這個勞保健保的通知 然後這怎麼辦呢 他現在不單是勞保健保的通知啦 還有譬如說事業單位的這個勞工的反應啊 這些都是做預警通報的 所以他是在7天內有查訪事業單位嗎 對目前97年到目前他是已經查訪六次了 通報他查訪六次 最後一次9月20 然後他的查訪的結論是什麼 結論他現在是這樣子啦 對9月27號的結論是什麼 9月21啦 你說最後一次9月27號 接到通報7天內要訪問那個事業單位啊 我是說他這個查訪的日期是9月21號 21然後7天內要去查訪嘛 那總是有個報告啊 對他們現在查訪的這個結果就是說 他們現在確實他們是有那個 基線勞工工資的情況嘛 那新北市政府也召開 那你查訪了六次 都沒有做積極的處理是不是 有啊他們現在做那個 你查訪了六次到9月的時候 這個新聞才爆出來嘛 對 那這個前面的六次沒有積極的去處理 說這個對勞工的保障啊 對這個雇主的處罰等等 那有沒有罰錢啊罰了幾次 這個我看對不起啊 有關那個新北市政府的這個處罰喔 查訪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喔 新北市政府喔 那個依據在五月份 他有查住9月 呃才數了六千元啦 9月1日他出了三萬元 那合體現在是三萬元 好他查了六次一次罰了七千塊 一次罰了三萬塊 七千七百個勞工的這個薪資等等的 一次罰三千 一次罰七千一次罰三百 那你不會覺得有點可笑嗎 不過現在依照那個這個勞基法的新修正的那個 還可以暗示 暗示處罰啦 因為之前他只是處罰 我覺得這裡面我還是覺得我們的主管單位齁 沒有積極的作為啦 沒有積極的作為 那現在竟然還有人的勞保也 不是勞保 健保都還被鎖卡 那你們之間如果有互相通報的時候呢 健保為什麼還在鎖卡呢 不過這個部分我上次有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要找這個相關的主管機關 做了沒有我們要找 結果找了沒有 目前還沒找 我們這事情已經講很久了 兩個禮拜 上次我有跟委員報告說 不是那兩個禮拜是你們要找其他機關做其他的處置 不是健保這個方面的 其他是講那個 沒有啦 這個東西已經發生這麼久了 你們到現在才說我要去找健保局 說這個健保的這個狀況應該如何如何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 我知道你們事情很多 但是我還是覺得 這個議題已經鬧了這麼大了 甚至影響到選情了 你們還這樣子不進入狀況 那個 你們查了六次 然後對於這個 就是說沒有積極的在幫忙做這些保護 保障勞工的這個權益 或是預防一些事情的惡化 我覺得這裡面其實實在是 就是 都在進行進行當中 都在進行進行當中 那除了各部會下個禮拜 其實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我們也要找健保局 好 這個我都知道 我再跟你講 那個罰款等等的可以罰到二十萬以上 為什麼只罰六千三 就是說大姐法裡頭 修法之前 沒有 跟文報告 其實罰款的部分我們都跟勞工談過 勞工其實基本上他很怕因為罰款的關係又佔了公司的錢 然後他能夠拿回去的這個 老闆賺了錢老闆放在口袋 遇到淡季還不一定賠錢喔 那你勞工休假去確定這個老闆一定要有賺錢才可以 這個東西不對啦